这两天在咱们沈阳 有一个楼特别的火 着火了 你嘴咋那么损呢乌鸦嘴 着什么火着火呀 我说是在网上火了 卖的便宜呀 它不是价格的事 怎么跟你形容呢 就这个楼吧 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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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纹身了 你这扯不扯呢 咋你没事你给它逗我玩呢 你吧就属于头发短 见识更短 喂您服务我是小木 我现在呢是来到了位于 沈阳市黄姑区 鸭路江东街 以及崇山东路交汇口处 有热线会员跟咱们反应说呀 在这附近有一栋静脉曲张楼 这楼还能静脉曲张 到底怎么回事 哎 反正我也是一下车 我就明白了 来 大家看我右手边 到对面的这一栋楼 从右往左扫一圈啊 大伙可以看到 除了中间这一部分 以及右侧一条以外 从一层到顶层 这个楼体外墙啊 是整个上面都遍布着 这些密密麻麻 错综复杂的深灰色条纹 你看它是有横的 有树的 有连在一块的 其实吧 你这要我看 看时间长了 还真以为啊 这有可能是 一开始就设计成这样的 还有点艺术氛围 当然呢 这栋楼也是因为 这些深灰色条纹呢 被网友们称之为 这个静脉曲张楼 就是感觉 好像跟别的楼 不太一样吧 也没啥别的感觉 太吓人了我觉得 吓人呢 咋吓人呢 还把蜜子码掉 这啥玩意儿 这啥玩意儿呢 感觉是稍微 有一点深的慌嘛 就是说就像是那种 特别看着那个 就像是女孩 看着那毛虫那种感觉 你要说 甚人吓人吧 其实我倒没多大感觉 但是不管是 从我刚刚那个位置 还是我现在站的这个位置 从任何位置 去看这个楼上面 这些条纹啊 视觉冲击力 倒是挺强的 而且啊 我感觉啊 如果你要是 有密集恐惧症的话 我劝你 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 还是别到处下看了 以免阴气不适 那么我现在呢 是来到了崇山东路7号 也就是静脉区张楼的西侧 大伙可以看到 在西侧的这个墙面上啊 从上到下的 也是分布着 很多很多的这种 灰色条纹 然后呢 大伙再跟着我来到 这一栋楼的南侧 大伙可以看到 南侧的这面墙呢 是非常的洁白啊 跟前侧和西侧的 这个墙面完全不一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这不是墙住户里 屋里都漏水了吗 这不墙皮的吗 你看那墙面 画那道的都是缝 它这些灰色的道道是 灰色是灌的胶泥 是防水灰的 对对啊 它得给那缝都堵上 那怎么呢 就是只有本侧和西侧 有这些调子 全有啊 这边是完事的 刷完涂料了 这是才刷的涂料 昨天刷完涂料这边是 前两天挺丑的 整好了挺好 也是好事是吗 是好事 我觉得还行 挺好看 你画画 我丑的挺好 一人一个样 恢复也太得干 恢复也玩样 不恢复也玩样 那也不能干 就这几天 挺快它们干的 你看这个涂料 它们是四天就完事 这不是昨天下雨了吗 今天 停了 要不停四天就完事的 如果您还发现了 什么生活当中的新奇事 或者是遇到了什么难题的话 也都可以通过 大海热线的会员平台 反映给我们 由我小木去为您排忧解难 这看着我回神起鸡皮疙瘩的呀 就这种场景啊 就是有密集恐惧症的人 肯定才受不了 这巴巴赖赖的 我看是有点欠盘呢 反正这回证明白了 原来是防水的涂料 虚惊异常 反正这一两天 人家就给处理完了 以后你再想看 还看不着了呢